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Channel C的一些事情 因為之前Channel C已經說沒有錢沒有錢 但原來黃梅Channel C現在還要疑似欠債 他不單是要人減薪等等,還要欠債人家的錢 你說多慘,多壞 還有員工大爆,原來他們幾個月都沒有薪水 沒有薪水,但是要自己吃自己老本去上班 再發現公司差別人幾百萬 這些黃絲的公司還可以留下來呢 你們稍後一起去看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首先想跟大家講講Channel C Channel C這間黃梅的風公位置相信大家都聽不少了 這次就講溫於他財困 但其實這一個黃絲媒體早前他們的員工 都不是員工,插席那個 大家知道陳朗昇 又被人拍到疑似嫖妓 當時他還要是什麼記者協會主席 還要去疑似嫖妓等等 這次就是陳朗昇拿樁的黃梅 今天在網上又看到有員工就爆他了 有一位自稱Channel C 言字邊一個子字的C 司文的C 司經的C 這個員工就在網上大爆他公司財棍兼拖樑 他自己本身已經幾個月沒有出樑 大剩要靠一些吃老本去捱住 近來還要是發現公司欠人家幾百萬 在想應該是等公司炒他 還是自己炒了公司先呢 但是又說不割席的 為什麼一說到淺 他們就直接拿拿臨 有這麼快,得這麼快去割席的 又說煲底見的 原來說到淺你就不見了 說到淺你就馬上割席了 這樣也行 你看他們手足和 還有說吧 現在剩下全部都是要靠自己得到本 要靠自己去祈祝 去做事,去上班 都不知是怎樣做好 那雖然他只是用同音字去表達公司的名字 但是有部份內容跟陳朗星開裝的Channel C 是真的很類似的 說話都很吻合 今年Channel C被爆在三月份的時候 已經驗身財困 跟這件事是非常吻合的 很明顯整件事都在說他們 我們一起看看這件事究竟是怎樣 再分析這間這樣的和媒經營不善 連手足都不撐 其實這間Channel C自從他們開台三年以來 屢存的財困 兼且要拖樑 除了這次事件之外 早在今年三月份網上曾經再流傳 這個疑似是Channel C員工內部的WhatsApp對話記錄 內容中顯示有員工公開在群組裏質問公司的高層 三個月前先手炒了七個同事 收到一封公司連遣散費都未結帳 又拖了我們幾個月糧 究竟有沒有高層可以出來解釋一下公司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有人附貨 亦都說了 我都想知道呢 就是什麼時候才可以出糧 三個月了 沒有糧出沒有糧資 然後就一個應該是Channel C的高層 管理人員就是安撫那些員工的情緒 就說自己和大家一起共渡時間 一樣都是三個月都是沒有糧資的 更加就說 Johnny這陣子周轉是有少少問題 但是都是短暫性的 會解決到的 大家不用過分憂慮 亦都是叫做人想一下 即是叫做人想一下 他們自己整班人開台的初衷是怎樣的 總之 總之 不要你良知 勿忘初心 就算是傾家蕩診無所謂 OK 好厲害 但是 那幫手足是不是真的這麼說呢 其實那幫手足 說就說初心而已 但是其實他們的初心不一樣是錢銀和女人 就到相關的內容對話來看的話 似乎這一位的高層想透過所謂的共同初心 道德綁架員工 但是員工似乎不多受落 當時就一度爆出疑似Channel C的員工 一些指控短訊就說 公司入面 真是好惡 好惡頂 好難找東西 好難找食 開台幾個老屁股又喜歡搞小圈子 分黨分派 不理 他 即不是他堆 不是他堆 就會是 鞋口鞋面 你也知道 這個不是鞋字來的 也不是西字來的 是鞋字跟西字中間的錄音 也說得雞稅那麼多人工還要受你這一班搶分的氣 如果 不是這壹事 是見大家理念相同 一早就走了過 看來我還是要在外面找工作穩陣一點 這樣 當時Channel C 就是事隔了整個星期 才對這件事 可以做出一些回應 聲稱就說 那個員工的資深情況基本上是按照合同的協議時間去準時出糧 只是有極少數個別的同事 在自願的情況下配合公司的出來時間 即是說承認有員工是要辭出糧 是否自願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說真的 他是不是自願 可能他被他選擇過的 要是你現在直接 自己炒自己 或者我炒你算了 要是你股心吞了他 股心吞了他就說他自願的 就是這樣 其實 我也想問問大家 如果一間財政穩健的公司 會不會辭出糧 是不是 另外關於七個的員工被人炒有 就解釋全部都是因為個人的原因 而選擇離開他們這一間的黃絲會體 如果好像他們所說不是財困的話 相信Channel C 都不是一間可以留得住人心的公司 整個人不斷走 竟然間可以同一時間有七個同事一起去 挑起他 都不是普通東西 所謂的澄清 其實好像越描越黑 而且 對比今次的爆料 內容和三個月裏面 那一宗爆料 基本上都是極度之吻合 而Channel C一直 他們營運的開支 都是靠幕後的金主 泵水去維生 而這位幕後的金主 就是網購超市 E-mobile 易買的老闆陳志恒 英文名叫Johnny 即是剛才我所說的 WhatsApp裏面所說的Johnny 相信網上的員工 群組所流出來的字頭所說的Johnny 就是他 除了科水給Channel C 延續蘋果日報的亂港惡行之外 又以E-mobile的 特約爆片爆上來 贊助Channel C 去幫助他自己的網購超市作一些宣傳 去帶到一些 去到哪裏 就在哪裏 反中亂港 賺 反中亂港是錢的 OK 但是作為今次的陳志恒 秘傳由於業務周轉不靈 已經終止了向Channel C科水 而陳志恒曾經也是因為欠債而被人在街頭貼大字報了數 又公開了他個人資料 要求陳志恒欠債還錢 當時Channel C見陳志恒被人公開欠債的事件之後 就隨即澄清聲明 裏面就說 跟金珠國借 就說陳志恒欠債個人的事 就不關Channel C的事 亦都跟Channel C的日常運作 並無任何直接的關係 可以說 喂大哥 你打完齋就不要和尚了 都正常的 他們那些難道真的和你 手足不借嗎 中觀Channel C多次的告急 其實都是自己造成的 由於Channel C的製造班底基本上全部都是 蘋果的前員工 編採和報導方式都是以反政府為一個重心 看他們過去所謂的一些報導的資訊 多數都是抹黑我們一些政府資訊 調撥我們兩地社會的矛盾和分化社會為主的事件 更經常是報導一些江湖的仇殺或者娛樂的報導 去吸氣 由於這些報導的短片經常都是用一些暴力的成份 被一些YouTube去拍一些黃標的事件 IG裏面更加 一度被停運三個月那麼多 另外 亦都曾經一度被誤傳 有一些叫做 誤報 一些官員的死訊的事情 其後 只是在網上草草道歉 就算鬼數了 聲稱罰款 扣帳 了事 就算數 你報導了錯的事 但是 他這樣就算數了 都不明白為何可以就這樣算 草草了事 當然 種種的原因加上一些低烈的報導水平 當然吸引不了觀眾和廣告商 唯有怎樣呢 最後 最後 就是常常 沒有錢 是不是 還有就是常常情緒勒索手足 叫他們訂閱課金 至於這次爆料 相信都 不是空腰風的 一定有這些原因 建議 說真的 如果真是有些被拖倫的員工 快點去勞工處跟進 如果不是的話 慢了 又走路的話 你真是 哭都無謂 是不是 是不是 如果真是 這個 叫做 欠債 或者是 欠薪 的事件 是真的話 Channel C的財政狀況 相似是非常之嚴峻 是一個釣鹽水的狀態階段 真的隨時都會倒閉 還要幫這些企業去打工 我勸大家都是要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不過席 那不過席 你就要跟自己的荷包過席 不知道那些黃絲會怎樣看呢 大家要怎樣看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